如果講開 其實我覺得最重要的問題 都是政策問題 主動捉穿了防對產這個泡沫 反正政策上有些太刺激 太粗暴 你給多些時間 譬如給他三年時間 五年時間 讓他慢慢把泡沫縮小 冷靠了 那你再解決 你鞋子都要半年就要他改 應該出政策的時候 他就出了一些口屬 應該出錢的時候 他就只出政策 變成他每次都慢半步 希望大家經常留意我Facebook 我Facebook經常會透露一些猛人最新的動態 或者他對市場的看法 歡迎大家再收看威延大約的下集 繼續是楊玉川先生 楊先生來接受訪問 他是香港華大金融集團的CEO 都是首席宏觀的經濟學家 他自己本身都是華潤燃氣的獨立董事 華潤電力的獨立董事 另外也是香港金融管理學院的客助教授 你看一下楊先生的背景 就知道他對內地很熟悉的 因為他的公司都是內地背景 但是我就想問一下 上一集就說了中東 因為他自己的經濟學家 對這些東西一定很熟悉的 但他最熟悉的就是內地發生了什麼事 尤其是內地的經濟 政府的政策和房地產 還有他自己很膽敢說話 所以今天我很開心 再次請他上來說一下 現在內地的經濟情況 不過首先問一下 現在是不是很差 現在應該是比較差 我覺得應該是壓力 有些喜悉 黃金洲就有些喜悉 不過應該反轉 還沒見到反轉 還有很大壓力 還沒見到曙光 或者見到一些苗頭 但是你說整個形勢會好轉 會反轉 看不到 暫時就不可以這麼說 問題發生在哪裡 其實我覺得 如果說開 其實我覺得最重要的問題是 都是政策問題 最初我覺得 主要就是政策那個 有些不可以說他心悟 總之政策上是存在一些 不可以改善的地方 因為最開始 因為中國經濟最開始 其實不好 就是21年開始的 21年開始 經濟轉差的時候 最主要他出了幾個政策 第一他打擊這個房地產 他就主動撞穿了房地產 這個泡墨 另外他就打壓科網平台 第三他就把教培平台 一鋪就清袋 他做了這三件事 你知道這是民營企業最集中的地方 你做了這三件事 民營企業就打到殘或者半殘了 所以變成經濟一路 這個就做成了兩個後果 第一財富就清化了 第二順身就沒有了 順身都受到 你打著我這樣 都不知道你想怎樣 看清楚些 很多人就躺平就是這樣來的 躺平不如不做 你看看你政策你想怎樣 所以變成這個經濟 那時候就開始比較明顯的下滑了 所以我就覺得這個是政策 反正政策上有些太急太粗暴 粗暴 是的不應該這樣 你平平穩穩 你給多些時間 譬如給他三年時間 五年時間 讓他慢慢把泡沫縮小 冷靠了 那你再解決 你還是要半年就要他改 即是幾樣一起來 核同又幾樣一起來 那好像房地產那樣 你是幾十年的泡沫 那你要半年就搞定他 你瘋狂 那就是很大的事情 所以我覺得政策上 首先就是經濟困難 經濟壓力比較大 這個原因最開始就是這裏 然後到後面那些就是 他舊又有些問題 舊呢 你如果要舊一次過 你就舊起他 就舊起了 但是他舊後 好像又很省著力量 是 省著力量 舊又不是用全力去舊 舊一下看看 那應該出政策的時候 他就出了一些口屬 只是說話 應該出錢的時候 他就只是出政策 那變成他每次都慢半步 變成舊又舊不起 所以搞到現在 壓力都是比較大 不過當然我又不是覺得 對前景很悲觀 因為始終他是一個政策選擇上的問題 他如果政策不是這樣選擇 但你原本都不會這樣的 好像他現在的政策選擇 如果他願意 因為中央財政現在最有錢 中央財政 地方沒有錢 地方是沒有錢的 但是中央財政是很有錢的 中央財政現在 美國的國債就是 33萬 超過了33萬億美元 美元 中國的國債 26萬億人民幣 你連數字都給不上美元 所以他有很大的空間 中國政府可以加槓桿 可以拿錢出去自己經濟 到現在他都不願意 他都沒有拿錢出來 所以變成 你現在 因為剛才我說 你那個政策由21年到現在 你造成了一個後果 第一你財富蒸發了 你很多財富真的沒有了 你看香港的股市 你看到 那個21年最高峰五十幾萬億 現在三十幾萬億 不見了差不多四成 這個是沒有了 所以你真的很多人是沒有錢的 民營企業之下 真的很多人是沒有錢的 這個第一 第二就是政策之下 他真的可能對前景的信心 不是很夠 他躺平了 躺平了之後 你說我鼓勵你 但是你要鼓勵我 你又不肯拿錢出來 你只是說而已 你敢鼓勵我 你拿錢出來 看你又不肯 所以變成那個信心 就有些問題 所以這個就有很大原因 跟那個政策 造成的結果又有關係 所以他如果可以在政策上 他堅決一點 拿比較大力度的政策出來 譬如真是中央財政 真是真真白人拿錢出來 其實我覺得他拉起經濟 可以的 可以的 但以前都試過4萬億有很多後遺症 所以這次是否吸收了想試4萬億的後遺症 沒有了我會逐些 減一下利息 逐些折 減一下銀行的存款準備金率 這些來救 以前他試過覺得不行呢 可能他是有這個顧慮的 但其實他不需要 不需要好像以前那樣 就是4萬億這樣的舊 他好像 這次他可以很定向去救 現在其實對中國經濟影響最大的部分 或者卡住那個經濟運行的 最關鍵的環節 其實就是房地產 房地產它令到那個經濟 你那個資金流循環不到 但是全部獻債 那如果中央政府他願意拿 譬如幾萬億出來 他把房地產商那些 過剩的房地產 他收了它 他那些不用炒起的房地產 平價收了它就可以了 經常收了它 他現在就流了 可以流了 跟著市場上 你就不會見到 有大把房地產 放樓在那裡抓住那個市場 他被政府買走了 做保障房 那你農民工日成 你都要保障房的 香港也都要公屋的 那你又要解決那個基層那個居住 讓他打通那個現金流 就是困住卡住資金 卡住經濟的現金流 那我覺得你做這些動作 你做其實也不會輸錢的 因為你是買了一些 低價買回一些地產和樓 也不會輸錢的 長期你不買著 你中央政府可以任鈔 你不用借錢的 那他拿大家的錢 跟著拿給私人發展商 那些人說 你不是益了那些民企 譬如你即使打個七折 買在那麼多民企 手上買那些 剩下的房地產 那些人說 你送錢給那些內房使 他不是國家人 但是問題是 你是買資產的 它是 首先你這樣想 首先你那些地 你是地方政府賣給他的 那些地本身你是政府賣給他的 他不是沒有地 你是你賣給他的 賣給他的那個時候 現在他因為你又搞到 你又突然間收緊的信貸 搞到市場崩崩了 賣不去 賣不去你用平價收回來 你不時地的 你政府你不會時地的 你中央政府收了 還有長期你不時地 那些輸錢 你平價收那些老闆 他就輸就輸 他好像 好過賣不去 好過賣不去 好過坐家 好過坐家 好過賣不去 所以你說 就是這樣 你賣到就行了 你輸錢和有現金樓 是兩回事 你可以公司還生存 還可以運住 你可以輸完錢的 它兩回事 你可以令到 你不喜歡的老闆賺錢 你就搞到他輸了錢 但輸了錢 你不影響經濟 你現在的問題就是 它卡住你的影響經濟 搞到整個經濟 不能緩衡 但你有沒有計過 如果要買完 現在市場 剩下的樓 用多少錢 其實我 這個詳細計 我就沒有計過 不過我就覺得 你好像 我們講碧桑園這樣 碧桑園這樣 碧桑園這樣 你整個 恆南 不要說了 已經抓了它 碧桑園 碧桑園獻一萬多億債 一萬多億債 其實它現在的現金樓 都是斷了 我覺得你買 好像碧桑園這樣 你買它三千億的資產 你都不用買很多 你買三千億 我覺得它現金樓 就可以轉了 你把中國的頭部企業 頭部企業 你就是這樣去買 你不是十間八間 你只要這樣買 我覺得兩三萬 可能已經夠了 OK 你的前提就是 你中央 好像美國聯儲局 它自己都可以印錢 中央你都可以印錢 你負債又不是那麼厲害 你不是叫當地 即現在各地政府 地方政府是沒有錢 但是如果中央一旦這樣做 你印錢又做這件事 會不會人家對人民幣更加沒有信心 這個我覺得又不會 為什麼會不會呢 因為現在中國經濟大概就這樣 你現在大概那個 產能力容量 剩下七成多 你大概有兩三成的產能 是沒有用的 限制在這裡 失業率很高 那些年輕人全部沒有開工 可能年輕人失業率 現在不公佈了 但是那些坊間 可能有四五成 即是要很高的 青年失業率 要很高的產能限制在這裡 你認了錢出去之後 你無非將那些 這些那些是浪費的 它放在那裡 好像你分一年 你是浪費了一年而已 你不是說分一年 你是不可以說它沒有浪費東西的 它浪費了 浪費了那個生產力 所以你如果將那些 限制的生產力 和限制的人力資源 用起來 你創造了財富 你其實不會說通貨膨脹的 你好像增加10%的產能 產能力容量 都是到了八成多 你都未到九成 所以我覺得這個中央 任了出去之後 看中國是沒有這個問題的 美國可能就不行 因為它的產能是沒有的 中國現在有很多限制產能 你任吧 你任了 你將那個產能力 提高 提高將這些人可以回香港 那個才令到經濟 打通脈絡 現在全部都留不到你的意思 沒錯 現在如果它不敢做的話 基本上是硬著陸 如果它不肯任錢 始終都不肯任 它現在那個邏差 可能就是想依賴 好像科技 創新科技這一法 芯片 華為也出了 芯片 電動車 對 希望那些新能源 希望這些可以慢慢越掌越大 大動經濟 它就希望靠這些大動經濟出來 這個又不是說沒有可能的 因為你看到這些產業的發展是不錯的 電動車 好像電動車這些新能源 對 已經是全球差不多第一流 是啊 已經差不多全球第一流 芯片七雅尾出來之後 反正第一流水平比較接近 是啊 所以你可以看到它真的在科技 創新科技方面 它真的發展得不錯的 所以是有可能靠這個 帶著經濟走出來 現在的困難 但是這個問題就是 現在的困難就是 它現在想用創新科技的大 暫時就不可以 因為那個尺寸小 房地產加上那個上升下下 太大了 太大了 經濟可能兩三成 三成 對 三成 你靠這些創新科技 不知道多少年 沒錯 這就是問題 如果它始終這個策略 也是靠著想用這個策略 去帶經濟出來 就可能有個時間問題 就不知道你在那裡 走多長時間 否則可能真的硬著老 OK 多謝楊先生 謝謝